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要有我新西兰,记得太阳还有澳洲夜震BG 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部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今次就讲一讲 早前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有些国家不让它继续广播 现在澳洲的一个台叫SBS 其实它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电视网络 它刚刚也宣布了,就说要暂停播映所有央视的新闻节目 以及央视核下的环球电视网都会暂停的 理由也是只有一个,很好笑 就是说他们在新闻当中都有严重侵犯人权 所以将这两个频道全部剪掉 大家记得当时英国媒体监管部门以触犯严重违规行为作为理由 撤销了中国央视环球电视网的广播牌照 原来这个组织就是令到SBS停播的一个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拿这个理由 之后另一个组织叫做人权defenders 即是跟SBS说 你现在没玩了,他在英国 就是这个叫做恶名超章 SBS电台的World Watch系列的节目 其实就是为澳洲观众带来全球各地的电视节目 尤其是新闻节目 其中包括15分钟的CGTN 英文新闻和30分钟的CGTN 即是中央电视台 普通话新闻 英国监管部门用头的理由 禁止了中国央视环球电视网的广播牌照 他们还做了假扬 还跟SBS说不可以再播 因为他们说CCTV在2013年到2020年间 一共播出了56名人 在严刑威逼之下 承认控罪 好像没有严刑 有严刑在澳洲也不让别人逼 也不让别人播 也逼你不可以播 是吗? 是 难道我承认你之后在一边直播 我承认他 不是 之后 另一个人权组织 这些人权组织 就叫Safeguard Defenders 他又写上去 这个组织又是写给SBS 他就说 这些内容 广泛涉及在威逼之下的 残酷的 刑罚 强迫 嫌疑人 提供虚假的供词 这些封信又说 这些人的犯罪行为 是不知道有还是没有的 而且 中国政府完全抵触人权 未审先判 以及之前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都做了这些事情 就是强迫人家要认罪 很多情况之下 受害者在秘密地点被单独拘留 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换作为 如果是秘密的话 那他公开干什么? 很多影片都说是某某某某 好像Simon井 在罗区就说罗区 是吗? 当然 这些所谓的 他所谓的 是严认逼供的影片 他们就说 极大部分 是不会在中国内地播出 不好意思 是有的 Simon井那条都有 一般来说 他真的很好笑 他那些影片 上面是CCTV 在中央一台直接摘下来 为什么中国人看不到? 就是了 之后他们说 SBS 一定要检讨 SBS当然是害怕 而且他也是一个王 我觉得尤其是他广东话做 根本就是苹果日报翻版 是王台 好似现在合并了 没有声音出 SBS 一名发言人说 SBS接到有关的投诉 并且进行检讨 鑒于有关忧虑的严重性 和节目的复杂性 我们决定停止广播 CGTN和CCTV的节目 而且对有关的电视台进行检讨 检讨不是应该他自己检讨自己的吗? 他们要检讨的 你真是多余 是的 有朋友就问 CGTN是什么呢? 说回CGTN 其实就是 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 是拥有一条英文新闻频道的 这条频道最初是为中央电视台 和中文国际频道 即CCTV4 之后开的第二条国际频道 这边商 澳洲电视台禁了CCTV和CGTN的节目 但是法国觉得没问题 法国媒体的主管机构 法国最高市政委员会宣布 已经通过CGTN 即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的 广播执照申请 这也显示着 CGTN可以继续在欧洲国家播放 包括英国 在2月的时候 CGTN因为被英国说 这个机构叫英国通讯管理局 Occum 其实他就说 CGTN是受中国共产党控制 所以一定要撤销牌照 当然真的撤销了 法国的最高机构 CSA 即是刚才所说的 最高市庭委员会 CSA就决定 实际上是没有他们所说的行为 很好笑 实际上是转了一圈 CGTN还可以在欧洲合法播放 当然有些人就知道 周摩洛哥 好像法国著名的汉学家 人权专家 叫侯子明 是西人 现在他改了个中文 他就说 哎呀我感到很疑惑 而且他就严厉批评法国政府 对于有违欧洲人权自由的 CGTN 这些牵涉到少少政治的 就是中国政策的东西 这样都说是侵犯人权 扶贫也是侵犯人权 说一下 你们这些人贫穷就没有人权 哎呀 人家 令到人家有些少钱 扶贫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些都叫侵犯人权 不是吧 还有这位猴子明他还说 这个CGTN 是破坏了欧洲人权自由团结一致的原则 你们所过的团结呢 就令到你不可以团结的了 那你也很没用啊 整个欧盟 很垃圾 直接是 那他就说 法国政府允许 中国的媒体 即官媒 他的意思 进入法国 咦呀 法国众多媒体就受到禁止 根本是不合理的 喂 你有些媒体买仇恨的 没错 他说法国很多媒体都不允许入中国 那你这些是 那现在法国政府就说 CGTN没问题 因为CGTN 从来都不会查法国台 又说 你法国怎样 有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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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媒体是报些假新闻 你这些假新闻 不信就是有团结 CGTN就说一些正常的说话 搞到他们那些假新闻 假讯息 没有人信 没有人信 就影响了他们的团结 是不是这样啊 这个猴子明继续说 他说CGTN 简称 就是他的简称 但其实 他背后是在中国官媒 大家都知道 不用说了 全称 是中国环球电视网 在全球开播的 法国政府现在允许他在法国落地 根本 是有围团结精神 还有 别人英国才刚刚解除了 CGTN的牌照和播放权 你根本和别人不一致 法国一直跟英国佬不一致 这件事上 我觉得法国做得对 之后他就说 如果CGTN通过法国 之后可以去到全欧 全欧洲的话 令到大家都很恐惧 众所周知 CGTN是一家 中国 中共 宣传的电视台 直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说有 重大的政治宣传目的 而且 CGTN的节目当中 多数 都是 宣传中国 他自己说的台上 跟你说的一样 宣传中国的政策 扶贫政策就是了 不行 不可以宣传 告诉你 中国现在在做什么事 而且 原来这样也会影响到 欧洲的团结 这么funky 还有这个猴子民众 说 法国政府 允许CGTN 落地法国 要知道 现在也是说的一样 中国正在 对维隐 关押 还有 在镇压西藏 西藏又在镇压 好像没有 西门也没有 是你说的 好像没有 现在正在炒作维吾尔人问题 之后 他说欧洲 为什么不制裁他 不制裁这个电视台 他还说 现在 中国 利用CGTN 整天 不尊重人权 甚至 英国人 他说 以前英国人 瑞典人 以及其他在中国工作的人 都是要对着 这个镜头上 忏悔 有错 我不可以忏悔 说实话 他的意思是 你逼人 其实他可以一直 不忏悔都可以 真的 是吧 他这么有雷气 他可以不认罪 他就说 法国政府 和整个欧洲 没有对他们制裁 没有吊烧牌照 感觉到震惊 他还说 我们经常说 做事要透明 说真的 其实 西方有些有多少透明 你那些 当然 你透明是赤裸裸的 骑士 都可以在街上 很透明 好像澳洲那样 但是 要对等 你要知道 有多少西方记者 禁止了进入中国 法国有24枚 他长期以来 没有办法申请到 在中国落地 这也是因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威逼 所以他就说 不对等 但是 中国的电视台 在外国是不会推翻政权这些东西 就是了 之后他就说 CGTN 如果 现在可以在法国 落地 根本 是对我们一种侮辱 希望 法国政府要特别注意 CGTN 又没有遵守 法规的要求 没有的时候 你就禁止它 是吧 證明了法国政府 是对CGTN 是投下信心一票 也是等于打了英国人的念 其实那些西媒 经常说 什么政治打压 英国人不是吗 都是相信 说句老实话 的确实是在做同一类的事情 不高兴就搞鬼 喂 CGTN 在外国落户了很多年 播记 而且也是 我可以说得上 不要介意我 谈一句 可以说是曲高和寡 就是说都是好东西 说好东西的电台 一般 就是这个 收视不高的 在收视不高的电台 竟然可以影响到他们 我觉得很奇怪 一个没人看的 没人看的 想跟各个那些 我也看过 就是跟那些西方友人 一些会谈的事情 那当然 他说 你请那些西人来说 是为你背书 但是 喂 你不是说大家有大家的言论自由 那你说不好的 那我说回好都怕可以吧 现在不行的 就是他们现在做的做法呢 就 全面搞你 以前又不见你吵 是现在才来吵的 为什么现在才来吵呢 最终的原因 都是因为 有政治需要 去复合你们的 现在的做法 其实 如果归根究底 你们这些人 这些西方社会 如果真的相信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的话 是没有理由啊 搞这个CGTN CGTN 讲的东西也是很中性 很温和的东西来的 讲的东西是 人人都对看的 事实上 而且啊 很多节目都是大有教育意义的 而且 你们自己都不喜欢看的 很少看 很少人看的 其实在澳洲是YouTuber 是CGTN 不知道要搞来做什么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制造一个 一个 新闻 我相信是 觉得这些电台 是我们的 这些西方国家播出 根本就是 影响着我们的 所以 借题发挥 完全是借题发挥来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